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討讀文章是聊攝影 修展用攝影第十一篇出過旅行攝影的十佳一個 好用的小秘技 而這篇文章呢是分享一個我出去外面玩常用的一些攝影的技巧 而這個技巧也是幫幫助大家 出去外面玩的照片怎樣拍的比較不會太像觀光客 說實在話的其實我們就是觀光客 大家怎樣拍的比較不像觀光客就是這篇文章的重點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往下看 好旅行攝影小文章那個旅行攝影十佳一個攝影小秘技巧 我們這十佳一個呢 然後我們就再往下看 首先第一招是把人移開 那我們現在來看例子 其實大部分情況下 去看一下我們的照片大部分旁邊都會有人 那有人其實可能都沒有太注意到拍下去的話 其實這張照片就不好看 可是我們要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稍微往旁邊移一步就好 你會發現稍微往旁邊移一步就沒有那麼不好看 那你說這這一招很簡單啊 那我也知道啊 這根本就不是很秘技 我本來就沒有說這是秘技 只是提醒大家拍照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旁邊的人 不然旁邊的人一直在入鏡 其實再漂亮風景其實不好看嘛 OK 第二招是把路人排起來 你看一下右邊這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右邊這一張 你就覺得好像有個人擋在後面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醜 是還蠻醜的 可是當時我們 確實是沒有發現到旁邊有人 再者有時候在逛逛區 人很多 你有時候很難避開 那我自己會有個習慣是會把人藏起來 但是要怎麼藏呢 來畫個圖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人啊 他原本是在這邊 他往這邊走 都是紅色 我換不同顏色 這個人啊 他原本是在這邊 他往這邊走 就是因為他往這邊走 我已經看到了 所以說等他走到我 老婆後面的時候呢 他人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按下快門 那你看像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他人就藏在裡面就看不到了 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我還蠻常用的小秘技 只要等人走到我們要拍的人身後 你看他的腳還在這個地方啊 是不是這招還蠻好用的 其實就是把人藏起來的一個方法 這是第二招 第三招小心腳不要被切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人在拍照時候 包含我自己偶爾都會犯這個錯 來 我自己偶爾也會犯這個錯 你看一下這邊的腳是不是被切到 那我個人其實我自己 是不是很喜歡這種腳被切到的照片 好像有一種某種程度上殘缺 那你們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記憶手邊的照片 是不是蠻常遇到這種狀況的 那你再回頭去看 如果說有這種狀況的話 下次盡量避免腳被切到 稍微留意一下腳 你會發現上面這一張 跟下面這一張 你會發現這個腳如果稍微好一點點 整個構圖上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這個腳掌被切到好像 就覺得好像哪裡不乾脆啦 哪裡怪怪的感覺 這是這一點可以留意一下 就像這樣子 你看他腳也被切到 所以我覺得腳被切到的照片 其實我個人不是很喜歡 不曉得在座各位你喜不喜歡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 稍微完整一點點 你就會發現 欸好像還不錯 小細腳不要被切到 再看這一個喔 你看同樣是左邊的腳都被切到一點點 右邊就整個完整一點點 看起來都是比較好看一點點 然後我自己出去外面的時候 留意腳不要被切到 其實是我一個蠻常做的習慣 那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照片 不是很好看的原因之一 可能就是有這種小瑕疵 但你說不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去避免 接下來是把畫面補滿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這一組對照圖 好一樣來看 你會發現說這邊 這一塊好像是比較沒有必要的東西 那有時候呢 這樣子畫面稍微背景雜亂一點點 可能不是很好看 像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這樣子的畫面 就比較完整多了 看得出這邊是一面牆 這邊是地上 而不會說 而不像是這張照片 這邊又多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會覺得說 第四張是把畫面填滿 填滿畫面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完整 比較好看一點點 第五招留一照片邊緣 來 像看這一個 這個什麼意思呢 來一樣畫作給大家看 你會發現這邊有人 這邊有人 有人的話 像我們第一招就是 有的那還不簡單 就是我們 往左邊站一步 或往畫面 偏一點點 這樣人就不見了 可是 大家會想到說 這樣子好像有一點點畫面 構圖會改變 沒有說這樣子構圖會改變 但我們又不想改變構圖 又把這人 想要避開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就等它走開就好 那你說靠腰像廢花這樣 有什麼好想 這哪有什麼秘技 其實不是秘技啦 只是 我在拍照的時候 我會留意一張照片的四周 什麼意思呢 我一樣來畫給大家看 我會留意照片的四周 這個時候我用 明顯的顏色 你看照片的四周 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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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照片的四周 其實是我們蠻容易 蠻容易忽略掉的地方 照片的四周 像剛剛不是介紹說 小心旁邊的路人嗎 你看旁邊這邊站了一個人 其實就不好看 或是我們前一招 有一道人站在這地方 對不對 小心腳不要被切到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不好看的照片 至少前面幾個例子 我們都已經 不斷重複一個觀念 小心照片的四周 照片四周 經常會讓我們拍到 不想拍到的東西 可是我們當下就沒有注意到 那我個人覺得說 你把照片四周稍微割 留意一下 包含旁邊的路人 我們畫面偏一下 能夠把路人偏開掉 那就好事 但是畫面一偏開 構圖改變 就等人走開 以及腳不要被切到 實際上這幾個原則 就是照片四周 不要被 不要拍到不應該拍的東西 留意一下就好 就像是這張照片 你有沒有發現 右下角這個路燈 其實不好看 雖然我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這張照片的重點 當下真的還蠻漂亮的 當下 再來一次 當下我畫個圖給大家看 當下其實還蠻漂亮的 當下其實我就幾個重點 這邊有一座半山腰 我趕快換別的顏色 比較明顯 然後這邊有個半山腰對不對 這邊有個星天鵝堡 然後下面有個樹林 其實我只想拍這個東西 可是呢 就是因為這邊有個路燈 我覺得很礙眼 然後稍微畫面偏一點點 還是在旁邊 這邊還是有一點點 你稍微左移一下 鏡頭變焦一下 稍微努力瞧一瞧 你看 像這樣子的照片 看圖 不就這樣就很好了嗎 你會發現 這個路燈 原本在這邊路燈 我畫得好難看 原本在這邊的路燈 原本喔 在這邊路燈 因為你畫面稍微偏一下 你沒有發現畫面就好看多了 但你會覺得這張照片看起來很像 很像是PS 把圖給P掉了 其實我沒有PS 其實他原本就是這個 就是構圖網路就是這樣子 稍微留意一下 邊邊角角 你會發現 拍出來的照片 就比以前稍微進步很多了 第六招是 運用不同焦段構圖 我們來看什麼意思 先看這張照片 是採用全面幅的鏡頭 是24mm拍出來的 下一張照片是用58mm 再下一張70mm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張的背景都不一樣 先看第一張 再看第二張 再看第三張 你有沒有感覺到後面的教堂 離的背景 離我們越來越近 這個你會看到 這遠處 這個是在哈爾斯塔特 那哈爾斯塔特的時候 你看那個湖面 是不是離的 湖面還蠻大的 但後面的教堂 離我們蠻遠的 沒有錯 這個是比較廣角鏡頭下的 我們稱之為 叫做透視感 拍出來這樣構圖 透視感講白話 叫做空間感 成立一個強烈的空間 大小的感覺 24mm 算是蠻大的廣角了 那透視感很強 可是到358mm 甚至到70mm 你會發現遠處的教堂 離我們越來越近 那個湖 好像越來越小 這個叫做壓縮感 壓縮感 就是把背景 的背景 與我們之間距離 給壓不見了 空間不見了 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你會發現這三張照片 人在照片中的比例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 我可以拍到這樣呢 隨著你的鏡頭一直拉長 一直拉長 一直拉長 後呢 你要不斷的後退 人在照片中比例 才會一樣 然後你一直後退之後 就可以把背景拉到 我們 我們女主角後面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 把一個複雜的背景 成為一個 一幅畫的感覺 這個叫做 透過不同焦段來拍 我個人很喜歡這一招 這樣子你會發現 同樣的景點 大家都用手機拍 看起來都差不多 你用打眼相機 或是可換鏡頭式相機拍 效果就是不一樣 接下來是善用逆光 其實你看左邊這一張照片 雖然我說 雖然我說這樣拍攝不好看 但是也沒有說不好看 只是稍微特色欠缺一點點 你會發現這樣子的話 我沒有抓到圖 你會發現的話 這樣子的話 臉是有點暗暗的 稍微暗暗的 可是呢 試著讓其實太陽在這地方 稍微試著逆光一下 逆光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臉 會有點亮亮的感覺 同時間如果你今天相機的話 記得因為你是逆光拍攝 你記得要加個曝光補償 至少加一個EV 或是到加兩個EV 這樣子曝光增加 臉就比較不會太暗 所以你會發現 稍微逆一點光 其實拍出來照片蠻有FU的 但是就是記得曝光補償 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 稍微逆光一下其實不錯 可是呢 如果再把我們前一招 稍微給那個結合下來的話 我會覺得說 呃 再一次 我會覺得 這邊的背景有點沒有必要 看起來有點雜 那如果讓整人在照片中的比例 稍微大一點點 這樣可能看起來比較大一點點 再逆點光 其實這樣的拍攝就會更好看 下一招是攝影對攝影技術 就留意對焦 其實這張照片齁 其實 對焦都不知道對焦在哪裡 既不是人也是不在後面的街道 其實有的時候對焦失誤是在所難面 這是比較偏向攝影技術面 那假設正確操作對焦 把對焦點落在人的身上 其實這樣子就是留意對焦 那像這張照片就很糟糕了 既是對焦到後面的那個餐廳 同時前面有垃圾桶 這樣子看起來就很雜亂 不知道你在拍什麼東西 我們稍微夠點圖 盡可能把垃圾桶平掉 沒有辦法垃圾桶離得太近了 然後再重新對焦 正確對焦在人身上 你會發現這樣子照片就會好看很多 那所以說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這一張照片 就結合兩個兩招 一個是垃圾桶避開 第二個是對焦要留意 這樣構圖就會好很多 第九招是留意光圈大小 比如說這張照片對焦在啦啦熊上面 然後結果後面的人模糊 那如果你是用彈影相機 這種狀況更是明顯 那記得說 要後面的人要清楚 其實我們的一個觀念就是要景深 把景深變大後面的人就會清楚 但是要怎麼去做呢 把光圈縮小後面的人就會清楚了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這幾張照片 隨著我的光圈不斷的縮小 人就會越來越清楚 這是景深的應用 所以說呢 你說手機拍照好像都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沒有說 手機因為趕快有件小焦距更短 所以景深很大 比較不容易發生那種問題 但是如果 你今天是用彈影相機的話 這樣子的狀況蠻明顯的 要避免這個狀況呢 把光圈縮小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你在看這一個 你會發現後面的背景模糊 有的時候我覺得 出去外面玩一個背景也很重要 才能知道我們去哪裡 記得把光圈縮小 讓畫面清楚一點 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 這一動作還蠻重要 第十招是開閃光燈 其實蠻多朋友 不喜歡開閃光燈 因為開了閃光燈 在晚上拍起來有點怪怪的 可是 不開又好像是 就是 就像這個樣子 你知道你在哪裡拍嗎 你看得到背景 可是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拍誰 記得閃光燈打開 其實晚上閃光燈很好用 它不是個裝置因素 記得打開來補兩光就可以了 那 我會比較建議是 那你說拍起來怪怪的嗎 我會建議是 就是你去找看看 有什麼樣的 閃光燈有個功能 叫做慢速同步 大部分的相機 不能說都有 至少蠻多相機 會有這個選項 叫慢速同步 到閃光燈裡面 去找個叫慢速同步 把它打開 它的意思是 閃光燈打開後 它同時會把快門速度放慢 這樣子你的背景就不會太暗 這是慢速同步的一個原理 雖然你不曉得原理是怎麼做到 就是把這功能打開 你比較能夠拍出一個比較正常的照片 那接下來是說 其實不只是晚上 其實陰天 陰天也可以用閃光燈 像這樣拍的時候 覺得不是很好看 沒有說不好看哪裡去 因為人的臉整體是偏暗一點點 這是我們把閃光燈打開 你會發現 那閃光燈一打開後 其實效果就很好了 OK 這閃光燈 逆光的時候 你看 逆光的時候人都很暗 逆光人一定是暗的 看一天閃光燈 人的臉會稍微亮一點點 所以說不要害怕使用閃光燈 只要記得打開它 效果都會還不錯 第10加1招是善用曝光補償 這比較偏攝影技術片 你看這張照片 跟這張照片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 比較偏暗一點點 沒有錯 下面這張照片 稍微亮一點點 這是透過把曝光補償調整 曝光補償用法很簡單 如果覺得照片不夠亮 那你希望亮一點的話 就把曝光補償往加1加2調 如果你覺得太亮 希望暗一點 就曝光補償往-1-2調整 這叫做曝光補償 所以說曝光補償用法 其實我覺得曝光補償 是所有相機模式裡面 一個非常好用 而且重要的功能 以及概念 那人家透過曝光補償 微調你耀的亮度 最後結果都還不錯 所以說我們本篇分享的 實在一個旅行中的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出去外面旅行 或出去外面玩的時候 很採用的技巧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